宣德纪检委,对任何事情和人物的点评都是公正无私的,对于娱乐圈里的一些人合适,王思聪也能发出自己的声音,而对于娱乐圈里的老板杨幂,王思聪也点评过一次,令人很是印象深刻,他点评的只有六个字,那就是脸太僵,放不开,短短六个字特别耐人寻味, 很多人都说也正是因为这六个字,我们发现赵丽颖和杨幂其实性格也是很相像,虽然没有第一次你离了我娶你这么轰轰烈烈,但王思聪在节目中谈到杨幂还是比较重肯的,最近谈判官虽然很火热,但是大家总感觉他的脸太僵了,而且当老板之后,感觉演戏也有一点那么松动了, 而王思聪脸太僵放不开,这六字令人印象深刻,非常到位和清晰的评价,这个评价显得也非常专业 脸太僵放不开也让网友们发现,其实赵丽颖和杨幂也是一路人,赵丽颖也是这种性格,看过西游记女儿国观众都知道,赵丽颖在节目中表现的只能说中规中矩,或许这是她沉稳成熟的性格特征,但给外界却传递出一种放不开的感觉, 放不开或许也是一种低调的体现,赵丽颖和杨幂确实是太多太多的相似之处了,她们都是娱乐圈中低调沉稳的小花,也是一不一个脚印才能有今天,放不开沉稳也成为她们难得的一种品质, 其实她们两个已经很优秀了,或许我们是对她们爱之深深之痛吧,不管怎么说,赵丽颖和郑爽有时候放不开也很正常,毕竟人无 谢谢大家